八九十年代 内地的美女明星经验了一个时代 美艳之人数不胜数 何勤绝对是那美好时光里的惊鸿一瞥绝带佳人 她也是唯一一个演变四大名著 并且兼任琼瑶女郎的女星 被誉为内地第一古典美女 无数人都说她就是为古装剧而生的人 她的美可以说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又无人不爱 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 舒服 可美人终将也会拾目 如今的何勤早已成为了往日时光里的一女清香 但那清香淡雅宜人不争香艳 1964年 何勤出生在浙江省徐州江山市前镇的一条普通小巷里 自小就十分擅长歌唱和幼儿舞蹈 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滋润长大的美女 长相清新可人 亮丽脱俗 五岁时她看了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之后 就自己学着跳舞 两周磨破了两双鞋 因为文化课程既不理想 何勤只醉心于唱歌跳舞 骨子里充满了文艺 母亲见状说 我们的女儿将来也许在文艺方面会有些出现 还是把她转到江山中学文艺班学习吧 父母一商量就把她转到江山中学文艺班去学习 在文艺班里何勤就出类拔萃 与众不同 每次演出不是主角就是节目主持人 她演唱的平潭 蝶恋花还被录音灌了唱片 这在全线学生中可是破天荒的事 连母亲听后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年幼的女儿唱的 1977年何勤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奔向艺术殿堂的机会 浙江省昆剧团将招考一批表演班的学员 年仅13岁的何勤带着母亲从同事那里借来的20元钱 前往杭州的艺术列车 之后沈世华老师问她 何勤这次正好北京戏剧学院浙江一校和昆剧团同时招生 你想不想也去参加那两所院校的招考 何勤说每一个机会我都不想错过 于是就同时报考了三个院校单位 结果三展三节 同时被北京戏剧学院浙江一校和昆剧团三所院校录取 最终何勤选择了浙江昆剧团学习昆曲 1978年何勤跨进了浙江昆剧团的大门 成为剧团表演班的一名后部演员 那一年他才14岁 1983年在剧团摸爬滚打了5年的何勤 终于迎来了登上大荧幕的机会 当时香港三洋公司的华山导演带着剧组来到浙江昆剧团 他们正在为电影《少林俗家弟子》挑选演员 刚刚练完功的何勤 青春靓丽又有活力 被华山导演一眼相撞 何勤顺利在《少林俗家弟子》中 饰演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少女小勤 从此何勤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那一年他19岁 而这次触电让何勤从此如开了挂一般 幸运不断 连攀高峰 只可惜这时候父亲因为脑溢血而突然去世 没能见到女儿的第一部作品 1984年在拍完《少林俗家弟子》后 何勤从北京坐火车返回浙江 没想到在火车上遇到了西游记的导演杨洁 杨洁当时正在苦苦寻找三仙姑灵极菩萨一角 看到何勤的第一眼一双铜人捡秋水 便立马认定就是他了 可见何勤得有多么美艳动人 气质出众 才能在人海中屡受瞩目 可是当杨洁导演正要去找他时 何勤已经登上了火车 缘分这事还真是天意 迟迟找不到人的杨洁正在发急的时候 何勤在餐车间吃饭的时候 又遇到了和杨洁一起上车的六小灵童 六小灵童与何勤是同事 六小灵童也是浙坤的 何勤你到北京做啥 拍电影呀 你呢 我去外景地拍西游记 对了 我们导演正想找个女演员 演三仙姑灵极菩萨 我看你挺合适的 就这样 何勤在车厢与六小灵童 杨洁一同聊起了角色 在一旁 还有日后被连练戏弄的猪八戒马德华 杨洁还让何勤表演了一些才艺 于是当场就拍板 让何勤加入西游记剧组 扮演灵极菩萨连练一角 西游记播出后 何勤算是彻底出了名 此后 杰西接到手软 这一年 他才二十岁 1987年 何勤在八七版聊斋中的花骨子中 已经美得不可方物 1988年 看过西游记的导演谢铁离 找到了何勤 让他在《红楼梦》中出演多情又不幸 风情又悲情的秦可卿 再次大红 同年又主演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影片 《上海舞女》 扮演女主角白带玲 1991年 何勤还专门演过《一代名记》李诗诗 此时的他已经是所有导演梦寐以求的女演员 1992年 远在台湾的琼瑶筹拍《青青河边草》 第一时间给何勤发来了邀请 让他出演女主角之一的《花又玲》 何勤又一跃成为楚楚动人的《琼瑶女郎》 能演琼瑶的戏 那说明已经是非常红的演员了 这部戏之后 何勤的演艺事业更是一飞冲天 1992年 在《戏说慈禧》中 何勤饰演慈安 1993年 何勤又在《三国演艺》中 扮演古代美女 小乔 眉眼如画 人面桃花 说的就是这般容貌 1994年 在影片《梦断南阳》中 饰演女主角 绝婉 两年后 又在电视剧《水浒传》中 扮演一代名记李诗诗 至此 何勤成为了唯一一个 演变了四大名著的女星 是美人中的美人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四大名著美女代言人 内地第一古装美女的称号 得此而来 何勤屡次经验世人的美貌 也被称为 最符合国人审美的古典美女 1996年 何勤在《勤建山河》里 演南唐后主李玉的妻子 又是一个古代大美人 名言大气如同画中佳人一般 90年代前期 何勤已经是风头无两的最巅峰女星 国内各种知名电影杂志封面 都是她的报道 当年何勤的挂力高达60万的发行量 到了千禧年之后 何勤的古装美女再度出山 在李亚鹏版《射雕英雄传》中 饰演杨康之母包希若 这部剧被吐槽得厉害 唯独何勤饰演的包希若 被大家评价极高 此后的她在古装剧中 风华依旧 自古红颜感情世界多为坎坷 何勤也不例外 1989年 何勤结识了第一任男友 刘薇 两人是在拍摄电影 《女子别动对》时 因戏生情 刘薇比她大九岁 成熟稳重 恋爱时对她倍加照顾 这也让情斗初开 涉事未深的何勤 有了情感的寄托 那个时候都觉得两人十分般配 会步入婚姻的殿堂 可刘薇却迟迟不愿 在大众面前提起这个正牌女友 迟迟相恋了五年 最终却遗憾分手 何勤当时难过的和朋友一起聚会时 不禁伤心落泪 后来有人说他们结过婚 但刘薇后来接受采访时说 两人只是同居 没有结婚 1995年 何勤认识了一生中 极其重要的男人 就是在人民的名义中 饰演齐同伟的许亚军 那时候许亚军的名气和何勤 相差悬殊 两人是在电影《风和院》中相识 那时候的许亚军风度翩翩 儒雅俊朗 干称师奶杀手 两人也是因戏生情 最后擦出爱情的火花 而许亚军是比何勤小三岁 但却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他 展开了猛烈追求 虽然郎才女貌 但一开始并不被大家看好和祝福 因为当时许亚军是家世的人 和第二任妻子张希在一起 何勤一度被指责为第三者 名声一度有所下降 但许亚军是死了心地要娶她 他曾说 我爱的人 我一定会娶她回家 为了能够和何勤结婚 许亚军不惜向张希提出了离婚 这让张希气得心脏并发作 去了医院 最终两人还是不顾一切结了婚 婚后的他们经常一起出席活动 一起上节目恩爱无比 并且很快有了爱情的结晶 生下了儿子许和 许亚军说 去当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两人一度被誉为娱乐圈 精童玉女版的神仙眷侣 那时何勤的脸上 总是挂着小女人般的幸福笑脸 但好景不长 两人还是没能突破婚姻的枷锁 在第八年离婚 2005年 何勤就宣布 两人早在2003年就已经离婚 被问到原油时 何勤说 他希望我能在家安心 做一个家庭主妇 但我实在太喜欢演戏了 不愿意放弃我的演艺事业 如果感情没有了 那便放两个人自由吧 我想我和亚军 还是适合做朋友的 离婚以后 2008年 许亚军娶了一个 小自己12岁的第四任娇妻 张树 两年后生下小儿子 而何勤则嫁给了男演员 廖金生 廖金生低调成熟 演过很多正面凛然的角色 是个十足的好男人 此时的何勤也变得愈发低调 渐渐隐退了娱乐圈 当人们都在追问 这些年 何勤怎么突然销声匿迹 不知去哪的时候 直到黄岐山在2015年 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才知道 原来何勤生了重病 得了脑瘤 所以为了养病 何勤渐渐暂退了演艺圈 而廖金生 近些年也很少演戏 专心照顾妻子和家庭 2016年 大病出狱的何勤 就投入到了 自己热爱的演艺事业上 在《女医名妃传》里出演了反派 孙太后 如今已经56岁的何勤 经历了感情的挫折 与病魔的抗斗后 早已变得坚定从容 平静优雅 没了年轻时的清澄容颜 但内心早已有了岁月沉淀之美 观众对她的爱慕 仍然是海角路不尽 相思情未了 那个古典美人 在时光的沙漏中 依旧慢慢绽放 因为美人总在弹指一挥间 最后比的还是谁 能走得更加久远